上海现在,一个普普通通的岗位,六七十个人面试,10k不到的工资,80%的985名校生,剩下的大多都是双飞和被裁员的,不得不感慨,就业市场越来越卷了,学历贬值得很厉害。 现在的职场真的太残酷了,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,他是处于试用期的,试用期三个月到了,上午通知他试用期没过,下午就得收拾东西走人,就是整个流程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。 他今天走人,隔一天新鲜的卸业已经住进来了,而且这个岗位是我们负责来招的,就是比他简历好很多的人,真的很多很多,就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那种感觉。 而且对这一个岗位忽视眈眈眈的,不仅是新招来的那一个,还有好几个实习生天天卷到,9点半,10点半,也是想为了转正。 很萧条,是因为他机场大显得人流那么小,那么少,还是怎么样,那就不清楚了,有大数据可以查得到的,不要说中国的经济多好多好,这些实拍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到了。 像以前,以前疫情之前,应该这里也是很棒的吧,后面这里,去查一下股票就知道了,肯定掉得不得了。 哇,这居然还有一家沃夫钢牛排,上面是W酒店。 前普西第一高楼。 半露天,有点热。 很久没来了。 下面很多电已经关了嘛。 啊,夏天还是好热啊,这里。 这个楼梯呢,挺漂亮的。 哇,这儿挺正的,有什么东西。 和万象天地一个道理,半露天呢,太热了,估计没什么人过来逛。 厕所是这两块的地方。 你看这次运营状态了,是不太好。 估计都会变上了北外太阳,不是个太阳光西光了。 对,楼下的有些餐饮还有点人。 礼拜六来说,礼拜六晚上,这个人能量还一般。 这还放着六一的地球交响音乐呢。 底下倒还有一家沙马。 这一片的店倒真的有点惨淡。 还有一家威尔什健身。 这里有些牌子照的都还行啊。 上海好像有很多这种半露天的。 实际上好像做也很多。 就半露天的一般,夏天都不太会好。 现在各行各业大裁员。 那这些人都去干嘛了呢? 是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,铁力稍微好点的呢? 去参加铁人三项了。 快递、跑滴滴和外卖。 之前看到一个非常心酸的新闻。 一个司机打电话问客服说。 我两个小时没订单了,你们这平台是不是倒。 用户量在减少。 但是从业者却成倍的增加。 年纪大点的呢,参加吉祥三宝了。 保安、保洁和保姆。 不甘心想逆风翻盘的呢? 选择了创业三部曲。 摆摊、开店和自媒体,真的是扎心又现实。 像我们这些深耕汽车行业这么多年的, 更不知道能转什么行业了。 给我整的更迷茫了。 所以你们现在都去做什么行业了呢? 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吗? 可不可以跟我说说。 现在博士毕业有多惨? 第一,业条件高。 按现在博士毕业的条件, 很多的教授博导当年都毕不了业。 第二,35岁以后没有轻机的博士基本上告别科研了。 但之前平直称可以拿横向课题底论文。 第三,地球上的最高学历变成了博士后。 以前博士能进的学校, 现在都要求读十字博后才行。 本来博士毕业就30岁了, 现在还得继续做博后。 而且现在博后大都两三年起, 跟重新读了一个高中一样。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? 就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出来根本找不到工作, 但是现在的大学还在拼命扩招。 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迷惑, 直到后来听到一种观点, 让我觉得豁然开朗。 就是有些大学的存在, 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就业, 而为了延缓就业。 因为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工作让你去做。 如果大家都不上大学, 那就干什么呢? 同时也可以说明一个是, 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份技能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, 他其实根本不用去上大学, 就可以活得很好, 甚至比很多读了大学的人活得还要好。 反观现在有些大学, 学的是早已过时的东西, 或者学完根本不可能用得上的东西。 学这些东西不仅是在浪费时间, 更是在浪费父母的血汗钱。 如果一定要说学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的话, 那就是养活了学校和学校的老师们。 有些人虽然知道上了大学, 对将来的就业和生存没有任何帮助, 但是还是要去上。 为什么? 是因为他觉得别人都去上, 所以自己的孩子也要上。 这就好比本来是要去吃早点的, 结果发现有一个门口排了很长的队, 于是你也去排队。 排到跟前才发现那里是个诊所, 排队的都是要打针的病人。 虽然你不需要打针, 但是大家都打了, 于是你也莫名其妙的去打了一针。 所以, 我现在在做一件事的时候, 多先想一想,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 是真的有需要呢? 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了? 大铃圣男士真的惨, 收获太不容易了。 我们单位有个老同志啊, 一直截然一身, 丢席时啊, 无聊就只能去钓鱼, 骑车或者开拍照。 因为没有家庭啊, 衣服破了也只能丢要买新的, 没有房贷和车贷的牵挂。 明年过节, 没有家人可以团聚, 他只能一个人开车去通州安看海, 又能回到两斤市的压子。 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家, 没有人打招呼, 也没有热户菜, 或者一起烤肉洗脚, 赚的钱也没有家庭开支, 全是自己花, 一分钱贷款都没有, 信用卡都用不少, 花不完, 根本花不完, 真让人心疼。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 显然, 台湾正朝着与美国, 欧洲和日本企业相同的方向发展, 际遇相似的理由, 台湾强大的商界已经开始将其投资, 贸易和采购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和南亚, 甚至有一些投资流向了美国, 北京对这一趋势感到不满, 中国经济疲软, 而在它最需要台湾企业几十年来的支持时, 这种支持却在逐渐消失, 在这一过程中, 台湾比其他国家更为低调, 与美国、欧盟和日本不同, 台湾在拒绝与中国企业合作时, 出于外交和地缘政治考虑, 一直保持低调, 相较之下, 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显而易见, 美国禁止与中国进行某些类型的贸易, 并禁止在中国进行技术投资, 还提高了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的关税, 欧盟的态度也很明确, 最近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, 日本则率先努力减少全球对中国关键稀土元素的依赖, 虽然台湾官方没有公开发表明确声明, 但其商界的行动与美国、欧洲和日本一样明显, 配开政治和公开声明不谈。 这些经济体拒绝中国的商业原因大致相同。 几十年来, 全球各大洲的发达经济体都认为中国具有吸引力, 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低廉且业务可靠。 尽管北京对外国企业的要求超出了正常范围, 但低成本和可靠性弥补了这些要求。 贸易和投资得以蓬勃发展。 然而,近年来, 这种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, 特别是亚洲其他地区。 这削弱了中国原有的成本优势。 尽管人民币近期贬值恢复了部分优势, 但企业认识到货币价值的波动性。 在长期决策中很少考虑这一点。 至于中国之前累积的可靠声誉, 在全球疫情期间的供应链中断, 以及北京随后数年持续的疫情封锁措施中。 这个声誉大大受损。 同时,北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使得中国政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干涉境内的外企。 这些因素使得全球企业在决策时 对中国的吸引力大大降低。 台湾企业远离中国的迹象非常明显, 甚至比美国更加显著。 尽管中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但自2021年以来, 中国在台湾贸易中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。 那一年, 中国在台湾的销售额和中国从台湾生产商的购买量 相当于2084亿美元, 约占台湾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。 到2023年, 这个数字下降了近20%, 降至约1660亿美元, 仅占台湾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多一点。 相比之下, 台湾与东南亚的贸易总额从2021年的1175亿美元, 增长至2022年的1346亿美元, 一年内增长了近百分之十。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依赖也有所减少。 即使包括香港在内, 最近数据显示, 自2018年以来, 这一数字也低于任何时候, 大部分差我都流向了东南亚国家。 如果这一趋势还不足以让北京感到担忧, 这些数字还显示了台湾投资资金的急剧转向。 自2010年以来, 台湾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流入一直在下降。 2023年, 这个数字比上一年下降了近40%, 相当于41.7亿美元, 不到2018年水平的三分之一。 资金流向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, 一些资金流向了东南亚, 特别是新加坡, 越南, 印度尼西亚, 马来西亚和泰国等。 这些国家现在获得了台湾投资流出的约40%, 超过了流向中国的资金, 对越南的投资增长了四倍。 特别是在高科技电子领域, 台湾科技公司如富士康, 伪创自通, 合硕科技和广达电脑等, 都计划扩大在越南的业务。 今天说到这里, 喜欢们的话, 请点赞订阅。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,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